大家好我是高手笑 如果大家有去過廣州 相信都應該見過廣州的地方特別多黑人 不是開玩笑 那一刻真的以為去了非洲 和華人數目可以說是一半一半 好了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今天來講一下 廣州之所以特別多黑人 因為廣州這個地方有他們想要的東西 有留意過廣州這個地方 大家就會知道 廣州有很多大型服裝批發市場 東西又便宜 就這樣吸引黑人過來買 買完拿回非洲賣 或者在廣州賣做生意賺錢 再加上一帶一路關係 非洲過來中國很方便 免簽證 以及廣州天氣又不是特別冷 大家都知道 非洲人很怕冷 他們那些地方長年都是熱 習慣了熱 一冷就不太適應 綜合以上 廣州就很適合他們 他們就很喜歡過來廣州 住在廣州 廣州黑人 他們大概1990年代左右 開始出現 一開始就沒有這麼多 變成黑人村這樣 只是小部分來做下生意 又或者在中國買下東西 然後拿些東西回去非洲做生意 由於 其後中國發展越來越好 加上一帶一路政策關係 才越來越多 走過來廣州運吃 或者落地生根 形成黑人村這樣 一去廣州一些地區 就好像去了非洲 好啦 其實廣州的本地人對廣州黑人有沒有什麼感受呢 感受當然有啦 很多對他們的感受都是很害怕他們 又或者很討厭他們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非法移民過來 佔用著廣州的資源 佔用都算了 還要整天 引發一些自我問題 搞一下本地人 做一下犯法事 言語騷擾一下女人這樣 廣州的黑人有不少是不太正經 好啦 還有就是黑人普遍都不太乾淨 會隨地放飛劍 當街處理完動物 將動物內臟隨處棄置 好不衛生 所以就引發本地人好害怕他們 避免走過他們的範圍 又或者好討厭他們這樣 說開又說 廣州黑人和本地人之間 都發生過不少衝突 例如0912年 試過因為公安執法問題 搞到黑人出事 引發黑人抗議示威 和公安對抗 近期少少 就有20年剛剛出現疫情 無奈那時來勢洶洶 個個都好害怕 而剛好 有很多廣州黑人還笑 於是當局做事 趕他們走 出去旁邊 有些地方 直接禁止他們進去 搞到氣氛好緊張 說到這裏 相信大家了解廣州黑人的了 不是開玩笑 現在核酸性小 我想那群黑人應該會少了很多的了 如果都要做核酸 數碼 敢麻煩 嚴重影響蔡華利益 回去非洲算 非洲起碼 沒有這些東西 可以自由生活 有時候 非洲也有非洲的好